最近我收到了幾個手機殼 改變了我的生活 SOP 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來給大家推薦一款手機殼 圖拉斯的支點殼 前面給大家展示的小劇場 其實就是我們生活中 時常遇到這種需要把手機支撐起來的場景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是一樣 那我這邊有支點殼Q系列和支點殼O系列 那我先來給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這個支點殼Q系列 那我個人是比較喜歡這個Q系列 首先它是一整個一體化的設計 不管是Q系列或是O系列都是一體化的設計 而且它沒有太多的凹凸感 觸感也是非常的不錯 那你只需要把它這樣掀開 你就可以把你的手機支起來 放在任何的地方 不管是束的或是橫的都可以 重點是Q系列很穩 非常的穩 不管是它的磁吸的Megasave功能 或是它的這個支架功能都非常的穩固 像以前如果各位沒有手機支架的話 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樣 就是會找東西拿個水瓶啊 去把它這樣靠著架起來 但是很常發生的情況就是它會滑下來 一直不斷的滑下來滑下來滑下來 觀影體驗變得非常糟糕 因為我們現在誰吃飯不配去吃得下飯 那有這個殼就方便了非常多 是不是非常好棒 那除了這個最基礎的支撐功能不錯之外呢 我們也要來聊聊它的Megasave功能 因為我個人覺得一個手機殼呢 你要保護你的手機之外 你還要保留手機的功能 有些手機殼呢 它就不支援Megasave的功能 那就會讓你的手機大打折扣啊 好比說你花了一萬塊買一支手機 結果Megasave可能就佔了一千塊 套了一個殼 結果你Megasave不能用 你是不是就損失了一千塊 不管在我的現在拍攝的這個場景 有磁吸充電的地方 我的車上我的臥室 我的任何角落機 都有這個Megasave的這個地方 讓我一直不斷的保持我的手機電量 所以Megasave這個功能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主要是這個手機殼的磁吸背板非常的厲害 我有去測試一下 就是把這個Megasave貼上去 然後去甩動 它都甩不掉 不是說用力的甩啊 行為的這樣晃動 它是晃不掉的 它的吸附能力是非常厲害的 所以這個殼在支架設計和Megasave的吸附能力上面 我給蠻高分的 又穩定又牢靠 又不會喪失功能 非常的棒 好 那它最基礎的功能 我們聊完了 我們來聊聊它的這個觸感 我覺得它這個觸感很棒 真的很舒服 很親膚啊 敏感機可用啊 然後大家通常會有個問題 就是它這個支架會不會很噁 我給大家一個答覆 不會 完全沒有感覺 你甚至都感覺不到它的存在 它就是非常平整的貼在這個手機背板上面 所以我覺得這個設計真的真的非常的強大 然後再來這個手機殼它不會太厚重 非常的輕鬆舒服 不會讓你的手機變成負擔 我覺得這個還蠻重要的 再來它這個環啊 我有時候不只拿來當支架 需要釋放雙手的時候 隨便找個東西像先掛著 也蠻穩的 我也可以這樣拿 非常的穩固 好 再來我們來聊聊這個支點殼O系列 這個支點殼O系列非常的厲害 它跟Q系列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它後面這個環 當它旋轉起來 事情就變得不一樣了 它旋轉的時候 就代表你有非常非常多的角度可以去支撐 像我們支點Q呢 我們只會有一個站立與橫放 站立的話有比較多的角度 可能可以比較低一點這樣的感覺 但是支點O呢 旋轉到你需要支撐的角度 然後再調節你要支撐的角度 很平很低的放 橫著很低的放 立著很低的放 或是立著更低的放 可以支撐各種角度的 就是它可以壓到非常非常低 還可以去支撐 可以去符合各種身高 各種觀影角度的人去使用 非常非常多的角度你可以去嘗試 其實在我們的生活中呢 真的會需要很多把手機立起來 去釋放雙手的這種場景 當我們的生活越來越麻煩 越來越複雜的時候 有時候有這種東西真的可以給你增加你的生活便利性 好在最後呢 我們來聊一聊它的價格 一個是187塊錢 一個是166塊錢 我覺得這個價格我是可以接受啦 因為它確實提高了我的生活便利性 圖拉斯這款手機殼 將它的支架隱形於這個手機背板裡面 實現了五感支架 再配合Megasafe的磁吸功能 還有它的防塞性能 它這個三合一的支點殼 確實給這個手機市場帶來全新的挑戰 影響力真的不小 因為它真的很好用 那我現在個人的消費習慣 我會去思考說這個東西 是否能去改變我的生活習慣 讓我生活變得更便利 或是變得更輕鬆 如果可以 我覺得價格都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因為它把我省下時間 時間的價值非常非常大 像我以前在吃飯 看著影片啊 手機這樣一直滑下去 一直滑下去 結果你沒有辦法很好的 觀影體驗配飯 然後導致你的心情變糟糕 心情變糟糕就不會做好事 吃飯效率就會越來越低 我覺得這種產品很好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從我們生活中 小小的事情一點一點的改變 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舒服 更有趣更便利 好啦 那這個就是我今天跟大家 推薦的一個手機殼 那今天視頻就到這 如果大家喜歡這期視頻 記得幫我點讚 關注 分享一下 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囉 掰